歡迎來到不良大叔 沒有成為自己想要的大人 今天是不良大叔第27集 好 然後 YA 這個我要講一下 因為我們之前收到那個 不良大叔那個粉專 有一個爸爸 就送訊息給我們 然後裡面就有一個小孩子 4歲的小孩子嗎 對 4歲 4歲小孩子的影片 好 那個影片就是 就是那個 因為爸爸好像就 他們常帶著孩子 一起聽不良大叔 對 那個孩子就很愛 葉教授 對 YA 就是他會學 他會說歡迎來到不良大叔 沒有成為自己想要的大人 不是 是 他爸爸先講 他爸爸講說 這個歡迎來到不良大叔 那個4歲小孩就突然會 然後爸爸還特別錄那個 那個影片給我們看 我都三個會笑死 這樣子 就是這個小孩子好得不寫 學那個YA 而且YA的那個timing 抓得非常好 而且因為他姓YA 他才 他沒有姓YA 原來你YA是因為你姓YA 是因為他姓YA 是在好我也不知道 原來是在好 所以那小孩如果不姓YA 他在跟他YA什麼 YA 秉承 教授 沒有成為自己想要的小孩 所以各位 拍謝今天就是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今天整個氣場出了什麼狀況 就是相機先有問題 相機後來用mixer又有問題 你剛有直播嗎 有 直播一下一下 直播一下一下 然後我發現那個機器是有羞恥心的 對 我們剛才怎麼弄怎麼弄 他就是不開機 然後你一開直播 然後我一直播 然後按兩下就好了 然後該叫他以後 他就開始就整個就亮起來了 發現這個機器有時候也是欠罵 對不對 欠罵 大家不相信可以看我那個影片 前面一個直播的影片 大概好像不到幾秒而已 一兩分鐘而已 他的羞恥心就整個大復活了 應該不到一分鐘 不到一分鐘 這個機器 你剛還留在上面對不對 應該在上面 我沒有把它刪掉 這個機器是有羞恥心的 你看現在一排一直刷說阿寶好帥 沒戴帽子好喜歡 今天是怎麼樣 一直在講阿寶帥 我看他不是跟平常差不多嗎 不是一樣嗎 今天臉肉比較多 我就說我是靠臉吃飯的 你們不相信 不錄了 我們剛剛在累什麼 我剛剛是為人家聽這種話嗎 剛剛如果那個影像沒有出來 只有聲音的話 我這個顏值完全都是白搭的 對 一堆人說覺得鳥酥特帥 是因為講開的比較開的關係 別這麼說 平常我的同事也都是這樣講 我已經習慣了 他把我整個場面都弄冷了 好啦 好啦 趕快講 來 開始 今天已經晚了很久了 有了 因為前幾天阿智那個 就在講他大掃廚都在偷懶 被他太太幹掉的事情 對 人會胖不是沒有原因的 我就來講一下大掃廚這件事情 你想要去幹掉 不是偷懶 因為你都會選擇自己想要掃的地方 所以咧 就沒有掃 你都掃什麼地方 掃我的小花園 所以你家的公共的區域 就只有小花園 沒有沒有 就是你太太小孩會出沒的地方 你都沒有處理就對了 對 幹你怎麼那麼自私 不是沒有處理 是還沒處理 不是 你整天都花在那邊了 修那個植物 在那邊弄洞弄西 修植物 你也敢說那是大掃廚 你是把它都修成 修植物 平常就要做 就是在那邊移花羊弄草的事情 對不對 不是 你把那個當作大掃廚 別人都是真的在掃廚 掃廁所掃什麼時候 你在那邊揭一揭花 你說你在大掃廚 沒有 所以你太太不爽是合理的 有一些植物死掉了 然後那個盆都沒有去弄 所以要把土倒一倒幹嘛 那個很花時間 然後你知道嗎 你植物掛上去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很多事情 我就不知道 我覺得你被幹屌是活該 對啊 這些事情 我沒有辦法聽你說話 這個是被幹屌是活該的 而且你不解釋 而且你太太不打電話要來 連我都會想要幫她幹屌 不解釋還好 一解釋更想幹屌 更顯得她寡連賢詞 沒錯 而且我還很好笑 對 還解釋 我還這樣下去說 你要不要看一下我整理的成果 你這是偷陪 我說偷陪姐 沒有看到 換了一新 然後他就這樣看一看 因為你知道還有很多事情 什麼擦玻璃 然後什麼 該要弄的都還沒弄 我說很多事情 你就登登 然後你太太的反應是怎麼樣 他有稍微應付一下說 好像我比較乾淨 你太太真的很愛你 對 要我就抓狂 你先衝什麼 我怎麼說 沒幾天 沒幾天 整天在樓上 樓下 怎麼看的 聽話 別說你怎麼會出力 你太太愛你的感覺 不像是一般的這個愛 比較像他有什麼把柄 繞在你的手裡 對 最常人 最常人很難 很難 大量 應該 應該是說他尊重我少數的興趣 我就是養植物聽音樂 什麼叫尊重你少數的興趣 就是他會覺得 就是尊重你大傻的時候 可以不傻這種興趣 我沒有不少 我只是延後而已 後來我隔天 我那天是禮拜六晚上PO 就延後好幾年 PO完了以後 隔天就還是要回到正常的大早期 但是你PO那一篇只是為了耍帥 純粹是賺流量 沒有 我是真的覺得今天整你的一天 那你跟我們那台機器一樣 對 還算有羞恥心 人品啦 人品 有啦 老婆有上來幫我掃一下 還幫你掃這個地方 因為他就覺得 我到底整天在樓頂幹嘛 他是看不下去 然後他就來 然後就看看說 我就說你看你這邊有沒有 他就想說幫你掃一掃 你就沒有在樓頂 待在那裡的理由 理由跟藉口 你就得滾下來 處理樓下 他其實我就說 你看有沒有這邊感覺不一樣 他其實就是好像有 他又不想傷害我 這邊撿半天 他如果說有嗎有不一樣嗎 我會很受傷 你看我們做了27集 大概有26集都在聊你老婆 真的喔 所以其實上次有人敲碗說要不要 其實我覺得不是 我們不是在聊她的老婆 而不是在聊她有問題的行為 所以基本上我們的主題是R字 也是啦 也是啦 就是我的偏差行為 其實我們也蠻怕你離婚的 不然就沒得了 離婚我就沒話題可以聊 錯 錯了 有一些 就是變多了一個前女友的案例 有一些 前逃不是女友 前女友他太多了 前妻 怎麼又變到前妻了 是你剛才一副得意的樣子說 離婚還是很多可以聊的 不是我說離婚有更多可以拿出來聊 反正都離婚了 而且你一離婚 你到底在得意什麼 你跟你太太看 你到底在得意什麼 如果離婚還有很多可以聊的 我覺得我價值觀被你們混淆了 你一離婚 我們可以貢獻給聽眾的這個經驗 又更豐富 更豐富了 更寬廣 對 我覺得你已經墮入了那種YouTuber的魔道了 就是那種為了沒有梗 就是為了有梗 寧願什麼事情都沒差 只要有梗就行的那種感覺 就離婚 我還有很多 有的話你可以講 我就已經會順著講了 什麼意思 我們就是要你抗拒 誰叫你順著講 就沒有叫你順著講 就是要抗拒 他就已經變成一個習慣了 對 我就有點 那就跟他面對他太太一樣 你看我們接下來過 太太跟他講 他不對 你看我們接下來會過年 過年我們會入播一集 所以我們會有兩個禮拜 他會沒看到我們 他就會打電話來說 Burn 你幹我一下好不好 罵他一下 有超過一個禮拜沒人罵我 怪怪的 怪怪的 這個習慣我好不容易養成了 你不要讓我把他戒掉 我們就找哥的電話一直罵他這樣 當朋友很辛苦的 你沒有幹他 你自己會不會也很癢癢的 不會不會 當朋友很辛苦 就是為了要讓他日子可以過下去 還要損我自己的應得 我發現 不過現在幹我幹我很順 你知道嗎 以前在社群網路各方面 他其實會稍微斬招一點 他現在也沒有 沒有錯 我就蠻不爽 你上面那個小花園弄到那個樣子 我們兩個都沒有被你找去 嘴巴講說早一天找我們去 到現在都沒有找我們去 沒有 我也是回得很沒錯 他找我也不會沒有要想去 所以那種偶像團體 背後都是這種樣子的 一定的 在表面上 好像很 事後根本都是 你那個烤肉架 那個烤肉架看起來有夠漂亮 去的原因是因為 我不想要因為他那麼醜的地方 我們還去又幫他 又carry他 連這種地方我們都要carry他 太累了 不然我們就這樣玩 下次去那邊出外景出一集 對不對 可以喔 你看就是有利用節目的價值 他才開戲 沒有節目播的價值 各位 但那邊會有蚊子嗎 我們不會 我有做那個 我有種防蚊的 但各位我跟你講 創得這麼舒適 沒有我那時候是因為 因為本人還是處女座的 我就覺得沒有弄好 不太想邀大家來 講這種話 我就問在我們 你現在還沒有找我們之前 你開過拍了沒 不是 我家在樓上 因為我就在你附近 就然後看著我 各位我先各位講 我離他家 我們兩個家超近 不到200公尺 然後我比住得比較高 所以我就樓上可以看到 他的那個監控 我每天都覺得 我穿著那一幕出去 然後有一次 我就看他說 我靠那邊弄的燈 那天都開派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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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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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該講 然後什麼 我什麼處女座 沒有弄很完美 不好意思找人 太令人失望 他已經找人家 開好幾次派了 他沒有找我們 太令人失望 不是 不是 就是怪你 你都平常罵他罵太多了 不是 沒有沒有 我跟你講 你們看到的都是那種 很久沒連絡的 刀宗同學 我想說 這是酒肉排 我看到的都是酒肉排 不是 這樣不是得罪 不是 得罪是你朋友 剛剛就是你得罪你朋友 不是 你要知道 他那種派對 好不容易他搞起來的 搞一個派對 我們兩個人去 風頭都在我們身上 他就消失了 他怎麼樣都會提防著我們 他現在 就是那個時候 他是King of the 那個頂 他就只能宣布說 我就是不良大叔代表 我們去 他就不見了 你們真的是很無聊 就沒有這種 我們比較剖析你行為 我跟你講 真的有來過 我們是幫你這種 不正常的行為 找合理的藉口 沒有真的有來過我家 只有我高同學 真的 我不騙你 就是上一次我說那個 那你國中同學都不重要 國中比較 不是不重要 不是不重要 國中是 為什麼就只有高中 國中 你大學同學 對 跟你一起裸班的人 還沒有 都不重要 不是不重要 不是不重要 是因為高同學 就剛好來 然後他們就約 就剛好 不是說 都都好 中正高中感情比較好 我們那時候真的感覺比較好 台藝大感覺 而且我跟你講第一個來的 台藝大感覺沒那麼好 有比較 台藝大都沒什麼感情 我先跟大家講 我們流量最高的那一集 聽的 他是第一個來的 就是我說那個 我的高同學 快離婚了 我們流量最高那一集 所以就離婚了才可以去就對了 不是 只是剛好他心情不好 就跑來找我 我就說我在家 然後因為他家也住在我們附近 我現在不是都講 我跟你講我們流量最高那一集 那個人已經在當總統了 不是你那一集 不要往臉上 我說Podcast Podcast是聽的那一集 對啊 所以這樣可以嗎 就是 因為他先來我家 然後他就會 傳 在高中群組傳 我在臉 他不是大嫂廚 把那個什麼烤肉 那個 穿得很舒適 待會兒我們在下面寫說 他都沒人揪 我就很密切的關注 他有沒有來這邊回應 他在別層樓 別的朋友留言 他都有回應 然後我不知道怎麼玩 我那一層他都沒有 你看 他不知道怎麼玩 我就表示說他沒有要邀我們去 你看你這樣子就走心了 你就自己去看 你就讓自己走心了 我就完全不想看 就不會有這個問題 我就看了啊 就連你都不想看 我就看他說 我連給他在那邊按讚灌流量 都不屑 我幹嘛要你灌流量 我那又不是什麼廣告 那我都已經留言了 我的粉絲就看到 沒辦法 對啊 那我就看到他們就留言 他都沒有留言啊 我有回應 哪怕他有一絲絲的 想要邀請我們去 羞愧這樣 他只要說 早一天早一天 這樣就好三個字 早一天 所以他就真的 那連三個字都沒有 沒有人家就沒有很想 我們也就不要這樣子 好朋友不會再公開留言 邀 邀也是私底下邀 我們就不是好朋友 我們只是做做樣子 那很奇怪 你要逼對我們講出來嗎 我們講什麼都每次 奇怪 不是 你就要逼人家講出來 還何必咧 好啦我跟妳講 刀子嘴豆腐心 說實在 他就算跟你說邀 要邀 我們也不會去啊 那不就跟他三鐵一樣 三鐵那時候也是姓氏淡 但等於這樣 等一下這一集為什麼 幾萬人逃 這一集為什麼突然就這樣 說他一定會爆三鐵 就是百人響應 無人到場 沒有他自己百次響應 沒有一次兌現 所以他今天就說邀你要來烤肉 你就相信嗎 你知不知道你為什麼 減肥一直不成功 食言而肥 對是最近又斷回來 對 所以說最近又斷回來 對 也連我老婆都說 你怎麼變那麼胖 連醫老婆都開始嫌棄你了 你看看 對啊 連醫師我 幹又要年紀啊 你看 李玉玉說 所以真的沒有抱 你看人家 聽眾粉絲是這麼的失望 他真的這麼相信你 他居然說真的沒有抱 他居然用真的 他如果說今天沒有對你那麼相信的話 他就說 所以沒有抱 就這樣子 所以他說 所以真的沒有抱 粉絲會這樣留言 他打從心裡相信你 結果他覺得被你出賣了 現在沒有抱 所以如果我們因為這樣而損失的一些聽眾 我想也是應該的 我們願意承擔 為什麼 幫我承擔就對了 為什麼用他的不少性害的 我們兩個 沒辦法 我們就要蓋瓜承受一個團體 沒有這樣子的人 那你這樣子就是 你真的把他carry 你不要擔心 會因為這樣而走的粉絲也不多 大家大部分都比較不在乎他 對 那你為什麼沒有抱 你跟他解釋 也跟廣大的聽眾 有的人說報告 有一個名額可以提供 有一個名額可以提供 哪個名額 在哪裡 應該是 一個要很硬的吧 對 看三帖轉播 應該轉播不到我的意義 我那個蠟 一定會蠟到很後面的 人家轉播也是前幾名再轉播吧 沒有沒有沒有 先不要跟他講那個三帖的日期 不然我怕你那個雜學校的活動 會故意安排的那個什麼 對 你要玩什麼手段 我都知道 我們都公佈了 你是咧 我怎麼知道你會不會調整 那誰知道你還有沒有其他 突然什麼 尼泊爾 什麼 什麼民主年會 調高什麼 定一天 一天沒辦法 抱歉一天 什麼又為了台灣 又為了什麼 什麼折衛司機 什麼麻糬的 那個大家說 今天沒有業配太可惜了 今天爆火 擠了沙擠了爆火 你們今天是把剛剛那個器材沒有用好了 發現在我身上是不是 沒有整個Kimoji都不好 Kimoji 肝摩什麼 Kimoji不好就是要 要吃香吃香來衝 對 我們今天講到最重要的就是大掃除 3月10號靠腰 要不是過完年就要去了 3月10號太快了啦 也還好 沒有太快了 我根本來不及練 那個教練 學員跟教練 那個Kimoji的機會是 那個 我覺得現在如果練的話 5月份也好像來不太及吧 你有賣了 你有賣了 一堆你有 進行攻 進行攻要減到減瘦下來 就要去運動 減瘦下來7-8公斤 也沒有去運動 那現在就又胖回來 沒有我們只可以念 只好念校仔 這邊有八串網址 不管 對啊 不是 你就 說要 好啦 等一下我剛才講到哪裡了 你講到哪裡 講那個三鐵報名 不是啊 對 我就說 3月 3月太趕了啦 現在都2月5號了 算了 我們也對你沒期待 說好3個月又3個月 3個月又3個月 我本來是要放5月的 你把這些聽眾都當傻子喔 你看把他耍了這麼久了 對啊 呂逸剛才那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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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甚至的撈衣在我腦海裡 所以 真的沒有抱喔 而且最主要是什麼 這句話 你半夜睡覺的時候 你不會想到這句話嗎 在5月夢迴的時候 你不會想到這句話睡不著嗎 想到你辜負觀眾粉絲對你的信任嗎 而且你這過年你還能安心的在那邊 舉家在那邊歡樂嗎 對啊 你還在那邊 還在那邊抬一下風聲 還在那邊開心的發紅包 你不會覺得 對 你不會覺得羞恥啊 你每一個递出去的紅包 手不會顫抖嗎 就想到呂逸講的那句話 所以真的沒有抱喔 所以真的沒有抱喔 對 你這樣 對會去打架嗎 而且 而且你這樣小地瓜去學校 他抬得起頭嗎 對 那小地瓜想 蛤 所以我爸真的沒有抱喔 所以我爸真的沒有抱喔 然後你再想 蛤 所以我先生真的沒有抱喔 對啊 他現在誇讚耶 所以我兒子真的沒有抱喔 小地瓜 小地瓜最近在學校都 已經嘗試想說 可不可以改名叫什麼 小蕃薯啊 或是小什麼的 盡量不要跟地瓜扯上關係 對啊 我們可以 開始講 你三鐵沒有抱 你居然想要賣雜學校 你三鐵沒有抱 你居然想賣雜學校的票 因為他剛剛想到有一段沒有罵得很好 他想要重罵 我有押韻耶 所以你三鐵沒有抱 竟然想賣雜學校的票 等一下 你這樣對嗎 好啦 我覺得那需要下定決心啦 對啊 好啦 我下次 有還下次 直接3月10號 3月10號 太趕了 3月10號太趕了 那個許教練 我可能會考慮 因為台東有點太遠了 我抱那個 我上次不是有說要抱那個新北的 我記得是5月份 好啦 我不要辜負大家的期望 反正沒完賽就沒完賽嘛 對不對 還是這樣也不行 可以了 他那個表情 沒有 我有在猶豫 我還是怕說 逼他完賽他如果抓起來 又啦 不會 我一死人 沒有 所以就是我盡力去跑 這樣子 你這樣抓起來 不要跟你沒關係 你要簽個免責這樣子 我找華盛山律師來寫一下說 對對對 而且 而且你不用擔心就是 就算你沒有來 我們也會是會把那支麥克風留在旁邊這樣 真的喔 那一支就封麥了 不用了 我們就不會用 但是我們會知道他在那裡這樣 然後再買另外一支 然後再徵選新的 然後突然那一支 會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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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 突然那一支在動了 我們就說阿姿來了 是不是又想講什麼話 是阿姿來了 這一支 怎麼這一支又再27集又出現了 沒有 這個是心梗 就是那個麥克風突然動了 然後我們要趕快鬥的時候跟阿姿來了 對 或者是我們現場只有兩個人 但觀眾有聽到你的聲音這樣 這有點可怕 這樣我們錄得下去嗎 還是照錄了 我們沒有再怕 所以我可能我在心裡面真的有一點點 每次被你們這樣講 然後講到話想說 你自己害怕 但我覺得有這個意思是好的 就是要會怕才會注意才會小心 我是說真的 比如說像 像我都分不清楚 他現在到底在講真的 因為常常健康檢查常常幹嘛的 你說有意思說自己身體 當然你才會小心 不然你有時候就會硬撐 就以為自己很猛 我們現在沒有這樣給你提醒 你記憶說你會帶起來 是開始咀嚼 不是 那是幫你建立一個 會注意自己身體狀況的一個習慣 我們作為朋友就是 犧牲我們自己本來很好的人設 然後不斷的提醒你 聽眾以後我是尖酸的 不是 一直說你會帶起來 你常常會想說 我有困難帶起來 其實我在其他朋友的印象裡 都算是個很厚道的人 是這樣喔 等一下 你可以把這個朋友講出來 可以具體講哪一些朋友 我覺得這比其他朋友 別人選人事好像也是這個樣子 大部分都是這樣 我們就為了你 我們把自己搞成這樣 不容易 我發現你們好像在 我有一次打保齡球也是在過年前 然後你們炮火都會比較猛烈 這是一種 有嗎 這是一種 日月的潮勢 不是不是 因為接下來要放假了 就像醫生一樣 我們要效力增強 對 不然怕時間還沒到 你的藥就過了 對 用心良苦 用心良苦 一定要的 那我們可以 好啦 各位我三帖匯報 好不好 但是 來來來 下個賭注 如果沒有的話 是吧 雞排珍奶 什麼時候擺攤 雜學校 花博春 隨便大家吃到飽 就是這樣 還說一百份 這好硬喔 你說沒爆的話 一百份雞排 是甚麼 一百份OK 人家不都這樣嗎 一百份OK 一百份找多少錢 也不算 幾千塊 六千 看他是買什麼樣的雞排 現在雞排到六七十了 雞排不是要配珍奶嗎 你是在 再加個珍奶 那就兩倍了 其實珍奶也差不多六七十 差不多六十吧 各位 這是我幫各位爭取的福利 大家很快就有 雞排跟珍奶可以吃了 李懿說 那我先訂餐 大家很快就有雞排跟珍奶 我知道你是雞將法 我看到了 對 八十了喔 一個雞排要八十了 那不是雞將法 這是雞排法 你是那個嗎 不要客氣 大家看我們節目這麼久 我當然是要把大家爭取 我當然是要把我們觀眾爭取福利的 所以我已經爭取到雞排跟珍奶 阿智 沒有問題吧 坐等雞排 你們到底在起甚麼話 而且那一天 是蘇洋智本人親自在現場發雞排 那前一百名是不是 對 其實我說實在 你這件事情真的沒有去報 你真的要付雞排跟珍奶的話 這會連帶影響你的事業 你看人家來拿雞排跟珍奶 就看到你了阿 對 那你在甚麼不良大叔 甚麼見面會 還賣甚麼 根本沒有人要買的阿 還是我可以在不良大叔見面會發雞排 那我可能就不會報了 怎麼會有這麼無恥 嚇得這麼寡連賢恥 真的 雞排跟珍奶 是因為你沒有keep你的promise 你的懲罰 兩件事 結果你還在那邊自以為得意 說跟前面混在一起 而且完全把我們的用心 拿來這樣糟蹋 真的太令人感到心寒了 我覺得前面這一part 真的有點長了 太長了對不對 太長了 還好 還好 剛剛有一個部分沒有罵得很好嗎 我們還想衝罵一下 再衝罵一下 我們很久沒這樣 很爽 很爽 我也蠻爽的 作為一個M 不是M的問題 我覺得我們好像 很久沒有這樣子 知性的太久了 知性 到底哪裡知性 有啦 感謝大家支持 沒有就雞排 雞排加珍奶 有聽眾說不要擔心雞排的事情 對你有信心 但我其實是沒有什麼信心 我們是對他買雞排有信心 所以我好 反正我 那你要下個日期 沒有下個日期 對不對 過年後的 那個直播啊 下週一 就會告訴大家 我沒有報 我就要公佈那個報名表單 雞排的那個 不是雞排啦 刪帖啦 不知道 你如果沒有公佈 我如果沒有公佈 就要發雞排 就發雞排 對啊 還是我們就 牽制雞排 你們到時候就說什麼 五月的已經滿了 幾月已經滿了 沒辦法報 至少我有報 我今年一定要報到一個 這樣可以嗎 如果沒有的話 就是某個禮拜一的 晚上發雞排 沒有的話 你就想辦法去喬 你朋友那麼多人 總是有人報到 叫他們讓出個名額出來 對不對 好硬喔 就是展示你的人脈啊 對不對 為什麼報到 阿不然你就要 雞排沒有辦法 這個人決心不夠 然後 又喬不出位子來 表示你人脈的力道 也不夠 對不對 粉絲的跨率水小啊 對不對 展現你的人脈啊 很硬了吧 沒有報到 就是想辦法 透過人脈去 叫朋友讓出來給你 就看你朋友 跟你友情多堅爭這樣子 對 二月二十六 對啦 好 二月二十六 好啦 好啦 我們三鐵先到這邊 好 為什麼講到三鐵 今天直播就結束了 不是要講大掃除嗎 我不知道 你不覺得一直罵嗎 為什麼會講到三鐵 太氣憤了 對 太氣憤了 好 那我們再講回大掃除 好 應該說大家最近應該都有煞掃除 對不對 這個尤其是這個六日 對吧 因為 快過年了吧 這個禮拜四還是五 都要把家裡整理一下 對 都要把家裡整理一下 然後因為 因為我知道大掃除 像我跟我老婆 就是有時候 之前在大掃除順序上 就是文化上有點不一樣 怎麼說 你說兩個家庭嗎 不是 就是她的大掃除方式 跟我的大掃除方式 會很不太一樣 我想說你們家大掃除 還可以講到文化 怎麼那麼厲害 就他們家 就我們家以前大掃除 就是會從大的開始 那個叫習慣 習慣 習慣 習慣久就變文化了 是 文化 書家的大掃除文化 是由大而小 對 然後 是有寫在祖訓上面還是 祖先的那個 然後你太太家 就只出眾小地方就對了 也不是啦 就是有時候 也沒有那麼明顯 但是有時候順序就是說 為什麼這邊不先做 然後再怎樣怎樣 一開始的時候 然後就會生氣了 就會說 你這樣子不是很奇怪嗎 那你心裡面就覺得很 我心裡面 覺得很委屈 這樣子 我只是說我跟他 就到頂樓去弄花園 怎麼樣 我要到那裡 不能那麼快回 對 花園之後好像也沒有錢我們兩個 對 不是 大家以為是看重播 然後因為你知道嗎 因為大掃除的意思就是說 你累積了一年 然後通常大掃除最常要幹的事情 就是丟東西 對 對吧 就是 然後會清一些 你平常不太會清的 比如說 什麼玻璃啦 有沒有要出來幹嘛幹嘛 然後什麼窗簾要拉下來 做什麼事情 對 就會有很多不一樣的事 其實光丟東西這件事情 那就很多東西可以炒了 比如說 你上次不是在丟 你說你們家丟東西會怎麼炒 不是炒 就是 你剛剛不是在講說會炒 你知道嗎 現在又說不是炒 那也不是炒啦 就是比如說 我說那個上次講的那個結婚紀念照 你想丟就對了 每年都放在那邊 然後每年都生灰塵 那時候你們家有拍婚紗照嗎 有啊 我們家有啊 是很大一鏡嗎 一定很大一鏡 因為太小鏡他裝不進去 沒有他結婚的時候還蠻瘦的 不是 那個可以縮小嗎 幹嘛一比一 就把他擠不進去 有啊 就有拍啦 然後還有很多 那你不是說有掛在牆壁上嗎 你不是說小地瓜說那個是誰嗎 掛牆壁上的時候 那時候他還很小 後來就 小地瓜長大了 你們自己也覺得不好意思 對 不是而且也覺得 就不太像我們啊 然後一直掛著也很奇怪啊 所以你自己形狀變了 看了就心情就不好 所以就把它拿掉就對了 不是啊 因為我覺得如果 如果你去人家家 然後看到 我不知道啦 我們就覺得怪怪的 人家覺得好像很自戀的那種感覺 類似類似 那你就是個自戀的人 你為什麼怕人家知道呢 而且你們家也不讓好朋友去 有什麼關係 對啊 也不讓好朋友去啊 對啊 連頂樓都不讓我們去了 有什麼關係 只有你太太跟你兒子 讓你自戀而已啊 有什麼關係 你們可以走出來嗎 你的結婚紀念照 是會放在頂樓那個 烤肉區那裡嗎 對 如果你放在頂樓之後 那就真的很超級自戀 對啊 對不對 好煩啊 他就讓你兒子跟你太太 既知道你是自戀的人 又怎麼樣 對啊 對啊 昏燒炸的卡片可以丟嗎 我丟了 就是那個小卡 對 那時候我 那時候不是印很多那種洗鐵啊 什麼的 那都可以丟 所以你吵架是因為你想丟 你太太不想丟 沒有 不是吵架 就是我覺得有照片的 都很難丟 你太太會想要丟嗎 就是你太太是會想丟的 還是不想丟 我不知道啊 不知道啊你去問啊 對啊 這種事情 沒有 就像你上次講 你連問都不敢問啊 你跟你太太的溝通 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什麼要問題 你跟大傻說 這個東西是要怎麼處理 這個你都不敢問 等一下 不是跟我太太 就是我如果像以前的照片 有時候我是過不了自己那一關 就這是照片 你丟了 比如說 之前很流行那個拍立德有沒有 就是拍出來 然後會顯影那個 那就感覺都不清不楚的啊 就不清不楚 我們就喜歡那個感覺啊 可是那時候就拍的非常多 你都跟誰拍 跟家人 合宜嗎 姓何嗎 何家 你這個好冷喔 我認識啊 我也剛好認識啊 應該大家都認識吧 你跟傳情路拍嗎 或是有跟那種大鳥拍嗎 煩耶 沒有 你跟他比較熟 當然是叫家人啊 我問你 那你照片會丟嗎 只要是跟照片頭像有關的 基本上都很難過心理那一關 沒有我們就會拿美工刀 把他的頭像都打字打字打字 我是很難丟是沒錯啦 對啊我覺得那個心理過不太去 像那個現在很多餐廳 就是會有那個噱頭啊 就你們家如果吃飯的時候 有些生日 他就幫你拍照 然後就趕快洗碗給你 那好煩喔 我們家每次生日都還是會去吃啊 一年有四個人有生日 還有我爸我媽六個人 然後每次 一年就六次 一年就六張 還有我妹 六七張 然後這個拍的又 差不多 但是又不能丟 因為那是家人的頭啊 對啊 不然你照片都會丟嗎 很難丟吧 很多都會丟啊 真的喔 對啊 你真的會畫XX 那就把它撕掉 你說碎紙機碎一碎這樣 對啊 不然太多了啊 我蠻猛的 我比較做不了這個事情 你不覺得那碎掉就是 就怎樣 不知道 我就覺得照片我丟 所以還有呢 還有咧 還有喔 對啊 你跟你太太矛盾還有什麼 沒有矛盾 怎麼又變矛盾了 你不是說 你跟你太太有時候 我都順序 習慣不一樣 就開始會出爭執 矛盾啊 我覺得那也不是爭執 就是大家習慣不一樣順序 我就會說我都是怎樣怎樣 他都是怎樣怎樣 結果後來很簡單 就分區域 就是你的方式 你在這一區自己用 公共區域怎麼辦 就沒人弄 沒有沒有沒有 客廳大家都會贏的 沒有就是看客廳是我還是他啊 就這樣啊 就他自己認領嘛 可是如果是你負責 就看你那些該弄的一些地方都沒有弄 心情都鬱出啊 心情都鬱出啊 整個肌毛錢都賣 不會啦 我其實我跟你講我是 怎麼樣也是處女座 我龜毛起來 我也是會很認真的 只是我都會一直講究那個 就是一直在擺那個東西 這樣擺這樣 然後他就說 專注洗了 沒有他就說你可不可以 就把時間都花在那種地方上 對對對 他意思是說 我在做一些很奇怪的微調 然後都看不太出來 我覺得 但是我每次整理東西 最怕就是那個 邊整理有沒有 然後就會邊看那個東西 然後就看很久 然後還就忘記 然後就整理東西 整理好慢 整理很久 然後看 到底是在看書 還是在整理 要不然有時候翻一翻翻一翻 可是那個很享受 那進入一種心流的狀態 就是翻一翻 尤其 那享受個屁 那根本就是你不想打掃 所以就是 沒有沒有沒有 有一些東西你根本沒有 有一陣子 我就是在清那個舊的雜誌 那雜誌都20年左右 你是不是都很少翻嘛 對幾乎很少翻 然後就翻翻就覺得 雜誌好好看 然後又捨不得丟了 可是每一本都會這樣分分 所以阿智你 每次在清理那個 以前女朋友的信也是這樣 清一清就開始看 然後看一看 心花又躲躲開 沒有我是怕 然後就進入到心流的狀態 沒有 是不是就這個樣子 他是怕 你看你都夠鬼睡嗎 他是怕以前看那個女朋友的那個 情書翻一翻 以前沒有發現的錯字 最近都發現了 然後把它批閱這樣 以前媽程度還真不好 但是說到這個 我想要跟大家問一個問題 就是 因為我是那一種 會把以前所有 女朋友 不一定是女朋友 就是手寫的卡片 任何的 就是以前從小到大 國中高中國小 包括國小 欸 記不記得我們國小那個畢業 就要簽什麼畢業經驗冊 然後一人一頁 然後什麼姓名 星座 然後寫個祝福語 然後上面還貼一堆貼紙 那我都留著 但重點是 重點是我意思說 有一些人 比如說有一些情侶或夫妻 他就很care的說 你為什麼還留著前女友的東西 所以你前女友的東西 所有的前女友的東西 你全部都留下來 對啊 這勇氣 你們都沒有嗎 沒有啊 我就只有一個女朋友 就我太太 我哪有前女友的東西 所以狀況不一樣啊 如果我是你這個狀況 我也不會有啊 你太太可以接受 我太太可以啊 我看真愛 沒有 我太太只針對幾個 他比較care的會 為什麼他會care那幾個 因為跟他 因為那是結婚以後的啊 不是啦 亂講 白癡 結婚以後還留在幹嘛啊 時間序的問題 時間序的問題 沒有我知道 就是 就是你以前 就是比較刻骨鳴性那幾段嘛 因為刻骨鳴性 你太太越不能接受嘛 對不對 不是不是不是 跟他比較有 關聯性的 他會比較care 那種過去的他就不care 比如說高中 高中那個校花女友 他根本 所以他根本沒差 因為他都已經不知道 他們沒有任何交叉 什麼叫有關聯性 所以關聯性就是說你 同時間有在 就是 他也認識 或者是時間上比較靠近 不要講靠近啦 是不是就是重疊啦 我沒有重疊啦 是不是就是重疊啦 不然你在哪個遊戲 為什麼會那麼在意 那個是太靠近了 那是重疊 靠近跟 疊在一起 應該就是誰 重疊 overlap 數學 overlap 就是這樣還是這樣 overlap 是連擊還是交擊 就交擊不為空擊 不為空擊 什麼 就是有跌起來就對了 沒有啦 你看那頂答 頂答結疤 結疤 結疤 你這個人 講個大少數 你一個人說八成都很靈 他只要卡住結疤 我們就知道 大嫂有重疊 有重疊 好啦好啦有重疊 有一個有重疊 難怪他會在意啊 你快點開個樓 沒有可是他都放在鐵盒子裡 然後從來也沒有在 特別的珍藏 特別的珍藏 因為 因為怕跟空氣接觸 還用鐵盒子 對 怕他洋化會暖去 會臭身體 對 而且裡面還溫空 還濕度都調好了 沒有 我是比如說高中 我跟你講你這樣再繼續保持下去 大概再過幾十年 就可以捐給故宮了 真的喔 對 手抄本這樣 我們去故宮就看到阿智的情書 這樣 就放在翠玉白菜旁邊 他有這麼偉大到 故宮要把他的信放在那邊嗎 有可能 他心裡面就是這樣看我 對 我覺得你把話題導入到一個 錯誤的方向 沒有我在救他 他那個良心發現 所以你 總之就是你 但是我意思是說 你所有的前女友的信 也跟你 跟你太太有 特別是跟你太太有重疊的 期間的 我覺得你們真的都在 女友的信 這個在法律上叫什麼 你會放在一個金屬 你會放在一個金屬的盒子裡面 沒有沒有沒有 特別的把他妥善的 如果是假的事情是誤導 但如果是真的 就只是陳述 我剛才不是在講事實嗎 陳述事實而已 我剛才不是在講Fact 他都在挑一些那個 就是有經過整理的 不是 法庭上的工坊 本來就是這樣的 沒有 我們是在法庭 奇怪 現在是國民法官 是我們的觀眾 奇怪 而且我一直在講說 我在問大家 大家 會 就是有一些人我知道很care 回過台 你剛才講說 你太太會care 但是你就還是 我太太會 你怎麼樣跟她解釋 你怎麼樣跟她說服她 或是你就說 你管 你菜要做什麼 我知道 他一定跟他太太說 因為他是個重感情的人 所以將來他要是跟他分開了 他現在的東西 他還是會把他留著 然後他太太就很感動 然後他太太就想說 那表示我以後也會是這樣 那okokok 對 是不是這樣 我是很聰明 我完全了解 你是這樣跟他講說 講中了嘛對不對 不是 沒有 因為我 有一天就是我跟你分開 你的信 我還是會如此的珍藏 而且我會橫紋層屍 而且現在科技又進步 而且我會橫紋層屍 我會特別犯獨立的一間 說我前妻的信 而且你來的timing比較好 我已經禁忌狀況比較許可 橫紋橫屍 以前那些還會腐爛 會怎麼樣 還會被蟲咬 萬一那些東西灰飛燕媚了 我還要找蔡順任把它修復 蔡順任都來了 很麻煩的 蔡順任是我們台灣 唯一有修過文藝復興時期 名化的很著名的修復師 台南很多的廟 還有台灣台北那個什麼 現在要開始修復蘇養智 前女友們的情書 門神都是蔡順任老師修復的 我們的好朋友 沒有啦我主要要講的就是 因為有一些人可以care 但是對我來講那是過去的 有一些人就你太太啊 怎麼有一些人 我太極不太care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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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只 我就說他只care跟他 那就還是有care啊 可是因為我不會一直拿出來 我是在搬家的時候 所以把他藏起來他就沒事了就對了 搬家的時候他說這盒是什麼 這高中的情書什麼 他連開都不想開啊 想要開 可是如果是我會想開看看 我不會想要 蛤 你會想要開 他怕你裡面有裝什麼機關啊 或是裝什麼軟巾傘 沒有 十箱軟巾傘 他一打開他是中計的 然後 然後他就不能動用內力有沒有 只能一直坐在那裡 然後萬一滅絕 萬一滅絕又回來 對 滅絕 對不對 他又沒有那個小什麼的 把他擋住 小招 小招 對 而且我們出的都是爛招 也不會出小招 他要去找那個什麼郡主去拿解藥 對 講完了沒了 蒙出眼睛 沒有 因為看那個信 看了 比如說裡面的女生說 你整個人說 你說你多好多好 對不對 那不是讓他 你就在他面前去很搖掰啊 不是搖掰啦 以前每一個女生都說我好 對 每一個女生都說我怎麼樣 對不對 你怎麼這樣去想邊 我只是 我只是覺得那是一個 那個記憶 我想流出 我也沒有要幹嘛 嗯 就像剛剛講照片 雖然他沒有特別有用 你不是三不五十就拿出來再看一看 我不會 我跟你講 我大概 像高中那個情書 我大概30年沒有打開過 對 但是每次搬家都一定會 每次搬家就打開來看一次 沒有 我都沒有開 但我就知道那個是什麼 因為他要留著啊 萬一哪一天他怎樣 他兒子要找照片 就去把他打開 你沒有想到 有一天小地瓜不小心打開了那個 然後看到這些信 小地瓜會怎麼想 就會挑一張比較漂亮的 你不會覺得他看到一堆女生寫給他爸的信 我覺得會怎樣嗎 甚至到高中的時候 我就說我們以前好傻 我們以前寫信都這樣寫 你們現在應該不在寫信 爸你不是應該只愛麻一個人嗎 高中的時候就還沒遇到你嗎 那小地瓜可以依循那個可能會找到一些哥哥啊 或者 找到一些哥哥 姐姐 他就覺得不孤單了 對 本來覺得爸爸 要一些線索 本來覺得爸爸在整個家子聲音 覺得有點孤單 就是萬一他在外面看到一個長得很像的 長得很像的 他就要回來查信件 你媽媽是叫什麼名字嗎 你又可能是我哥哥 你又可能是我妹妹 而且裡面 而且裡面可能有些照片是撕一半的 到時候兩邊要合起來這樣 果然 我們是一家人 這是白癡 很煩耶 我在問他 就是有一些女生會care說 都已經過去了 為什麼要留下 對啊 你們也是這樣覺得嗎 我不知道 我沒有前女友的信 你會留之前 不要說女朋友 就是別人 比如說好朋友 或是書寫什麼的 然後寫給你 因為手寫的你會丟掉 你捨不得丟 我們那個大學 大學之前的 就是我念研究所 然後那時候大學BF 就把東西都搬回家 然後搬回家以後 那個我們家就搬家 然後我媽就把那些東西全部都丟掉了 所以我就沒有這個問題 因為我都會特別留 我上面都會寫說 重要什麼信件什麼 他不敢丟 所以阿智一個斷捨離 很難斷捨離的就是 前女友們寫給他的 不是只有前女友還有朋友 就寫他的愛的回憶這些朋友 還有那個畢業紀念 就是寫那個畢業紀念 想丟結婚照 不想丟情書 從這個行為 因為回憶 痛苦的當然是想丟掉 甜蜜的想留著 我們可以從這邊觀察到 是不是這樣 這個校長內心中的 一種陰暗面被我們發現到了 寧可丟結婚照 對 不願意丟情書 好 各位 結婚是那個大表框很佔位置 但是結婚那個廁紙還是會丟 沒有 你那個小小張你不是 你也丟了 那個沒有 小小張那個都會留著 就是那種框很大的那個會丟 就是框很大那個很佔位置 放衣櫥放哪邊都不對 你就把它割下來 然後再卷起來 對啊 對啊 你都沒有看那個電影 它去倒那個名畫的時候 都是這樣 都是這樣 割下來 框留著 你也可以用那個cable 把自己吊著有沒有 下去把自己的那個結婚照 把那個框取掉有沒有 然後就把它捲上去這樣 Mission impossible 沒有啦 我記得我有割下來 因為那個 你兩個 我們現在講他來說有割下來 講太快了 不像真的 沒有啦 我就說丟掉的時候 你不可能兩個人的照片在那裡 你一定要把它弄下來的 你可以把你自己的割下來 丟另外一邊就好了 這樣就沒有兩個人 就只有一個人 另外是我老婆 你是在 對啊 好啦 突破盲場 我只是說 這個是我 我想要 就是我知道很多 那個 布尼有沒有斷舍離的課題 哪些東西是你以前 就一直累積 沒有 我斷舍離很多 那就是說 以前那個 剛剛講到雜誌 那個雜誌就是 那什麼雜誌 你說得很清楚 人家說是Playboy Playboy也有 也有 真的有 以前Playboy多精緻 然後還有什麼你知道嗎 以前那個時候 你不知道未來說 看網路是這樣子 所以我那時候收集很多 從大學我就開始 刻意的收集一些 那些我覺得很棒的寫真集 寫真集 比如說 哪些有名的寫真集 你知道以前有個叫 舒淇的 不是以前 現在他還叫舒淇 對啊 什麼人家的就是 對啊 那些還是 沒有就是 就是 砍城影展的評審還是什麼 還是什麼 不是那個去當什麼 大官的那個舒淇 很冷 很冷 好 我知道舒淇 然後 然後後來還有一個 你知道那時候 我們念大學的時候 還是大學還是研究所 反正那時候有個師大的 隱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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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的設計也好美 對 然後 還有 還有買過誰的 天使鑫啊 這就是 你說徐若軒 也有 對 那個我高中就買了 公哲理會有嗎 公哲理會也有 公哲理會也有 然後我都一直把它保留到 前幾年 我才把它丟掉 為什麼丟掉 就 你那時候拿出來 搞不懂還賣 就輸太多了 然後那時候我們公司說 要捐那個書 就是捐書給偏鄉小孩什麼 你捐這個寫真集 你捐這個寫真集 然後就說 這時候我們大家都要帶一些書去 然後我是我們公司 集團捐最多書的人 除了設計的雜誌以外 就一些國外的雜誌 什麼的之外 然後我還把寫真集都拿去了 然後我就看我們整理的同事 那邊犯說 捐這個還不行 那我有問過他們 他們說其實捐那個 書琪一本七千多 你這樣丟掉 你實在是真的 為什麼 因為現在沒絕版了 對 對啊 我那時候 你那個徐洛軒或是公哲理會 不經常吃萬塊 你這樣趕快丟掉 我突然想起來 我那時候真的 就是前幾年把它丟掉 還是保持的狀況好不好 很好很好 靠 因為 你那個 就算布施給雜學校多好 對 雜學校義賣 雜學校可以有一點收入的 多好 對不對 你要把它送出去 我記得我現在還有一本 放在公司 我忘記是什麼 誰的 酒井法子 不是不是 酒井法子太老了 工藤淨香 沒有我忘記是誰的 反正我就是 我記得還有一本 但就是以前那些寫真集 其實以前出寫真的不多 所以你看大家都談得出來 天心 公哲理會 田立 後來田立有出 他出的時候已經有點年紀了 我沒有辦法 你沒辦法 對 然後那個就是寫真集 然後還有就是 我從大學都受同學的影響 所以我們就會收集 那個可口可樂的瓶子 我到每一國去就會收集 各國的可口可樂 對 這是一個風潮 沒有就是同學間 那時候文青他們都會有一個 為什麼 鋁罐也會 就是覺得很帥 因為各國的 可口可樂都差一點點 而且是玻璃 曲線也不一樣 是玻璃瓶 對 然後到每一國去就 所以可口可樂很會做行銷 他就故意每個都有差異 就到哪一國出差 為什麼就特別去買可口可樂 買一個可樂然後帶回鍋 或者是有時候 他會為一些活動 出一些曲線瓶 不一樣的曲線瓶 然後那時候就收集了很多 大概有好幾個那種 就是人家那種 像那個啤酒那種籃子 籃子 一籃到四瓶 我記得全盛時期 大概有兩箱還是三箱 都超重的 兩箱 那兩箱不算48而已 沒有就是 他不是這樣排得滿滿的 是這樣疊在一起 這樣滿滿的 然後那個 因為有時候是你的同學 或是你的朋友出國 他知道比如說他去法國 他知道你在收集 他就去買一瓶 他就會帶一瓶 對 所以全盛時期有帶多少瓶 上百 差不多 一兩百瓶 一百多瓶 然後後來搬家就好麻煩 都好重 平常沒事就拿來擦一擦 然後看一看 到時候都髒了 就灰灰的 然後我記得來到柏林 沒有 就因為都很髒 所以你就想每次搬家 就這一箱 就丟掉 以前比較年輕的時候 就是東西比較少 單身 那你就到每次租房子幹嘛 就會想把它擺出來 給人家看 現在就是不會 就是找地方塞一塞 後來搬家真的受不了了 就覺得 就把它丟掉了 對 這就是有一陣子是蒐集這個 然後我現在都一直覺得 不知道蒐集這東西是對還是不對 然後再來就是 還有什麼斷舌梨的 蒐集那個Nike的鞋子 有一陣子就是那個Jordan 從高中一度上大學 Jordan也很有價值 對 但是我都是穿過的 那就不行了 Jordan你穿過幾代 五代 六代 七代 五代 六代 而且我記得五代 那個黑色的 我記得五代是那種 有網子在旁邊 然後有黑色 也有紅色 還有黃色 還有黃色 還有藍色 五代最早只有黑色跟白色 就是旁邊有一個 高中的時候 對 所以有黑色跟黃色 我高中已經到九代 十代 然後那時候很秋 你是要炫耀你比我們年輕 我想不出五代是什麼 然後 五代很好看 然後到那個大學也一樣 其實那個時候對於穿著什麼的 比較沒有什麼概念 所以他說就是 褲子只穿Levis Levis 501 然後球鞋只穿Nike 鞋子只穿Nike 對 上身穿什麼 上身穿T-shirt T-shirt是有圖案還是樹的 都是去買樹的 都是去那個 西門町 不是不是 那個 那叫什麼 那個台北那個 中坡北路那個叫什麼 那個 五分埔 五分埔 然後就去買那個樹T 那你知道我們念這種設計的 我們以前輔大 我不知道你們台藝會不會 我們會上那個印染課 有啊 就自己印啊 自己染衣服 然後自己染 然後每次都故意 比如說這裡一戳 就染一點點 綁一個小小的東西這裡 然後拿去染 所以每個圖案都不一樣 然後那時候都穿這個 就是覺得真的很帥這樣 不然就是做一些很醜 就是為富心持強說醜的那個 文字 的那個 班服 對 我們以前這邊都是寫著什麼 苦悶少年組 什麼苦悶少年組 就是都覺得自己很苦悶 然後就寫很多有的 都穿那種班服 講到班服 我講題外話 但這跟我無關 就是 以前 但是我這樣講 我不知道會不會被交大的人幹掉 沒關係 我們聽眾沒有什麼交大的 可能有 交大實力很大 就是交大 因為像台大電機系 是一個電機系 然後下面有十一二個組 就是一個電機 然後有很多人 但是交大他們就是會把它 分成系 他們早年就把它分成系 比如說他就把有交大電子系 交大控制工程系 交大光電系這些系這樣子 然後我印象的整個是 剛好我唸大學那一年 然後交大控制工程系 他就改名字 把名字改成說交大電機系 因為交大資源沒有電機系 然後他就改成交大電機這樣子 排名就往上跑 然後我印象就是 我唸書的那個時候 交大電子 就的 系上的學生就很不爽 因為本來交大電子 是交大這些電裡面的最小 後來他改名了以後 那交大控制改成交大電機 就開始有往上竄 我不知道有沒有追過電子 反正有往上竄這樣 然後交大電子就 我就看到以前在BBS上 就開始兩邊就比讚這樣子 然後交大電子就說 控制明明就是電機的一個領域 你憑什麼自己說自己是電機 憑什麼自己就說自己是武林盟主 然後這個 然後我就開始就吵了一段時間了 然後結果我後來就開始吵了 然後慢慢就沉疾了以後 因為我也蠻無聊 就我們台大還跑去人家交大的盤 去看一下吵架 然後過了兩個月之後 他們發現有機可勝 通常新生就是進來 他們就做自己 大衣就做自己的班斧 然後過兩個月後 他們交大控制器 就改名叫電機器 他們的班斧出來了 後他們的BBS 又是一陣新風協議 因為那個控制器 他們不是改名叫電機器嗎 對 然後他們的班斧就五個字 鎮港電機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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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強喔 然後叫那電機器人 看這幾個走起來 不是 他們改名叫電機器人不爽 還鎮港 還拍他 你們都是假的 沒有其他戲就遜了 那時候我就寫 百年電機器 所以你剛講班斧 我突然想到這段 百年老電機 所以你剛剛講的是說 你會把鞋子丟掉是不是 對啊 因為那個其實都脫膠了 或者是穿太久了 這我很好奇 那些人家收藏那些球鞋的 是他脫膠的也是會丟掉嗎 沒有 他們都保護的 他們會買那個鞋盒 他們會買一個鞋盒 而且他們不會穿 他們是真的 但是不會穿 不是那個環保橡膠 也會壞 也會壞 但是有人專門在修這個的 你那時候為什麼不拿去修 沒有 因為我都是 他有穿過 我都買來我一定都會穿 然後穿的 我只是捨不得丟這樣 然後比如說我最近就是 就是這個 這個牌子是最近很紅 就是那個Tiger 這不是亞瑟士嗎 不是啦 這是那個什麼Otani 不是Otani Otani不是那個 那個 大股 大股商品 你這樣子勝之路 反正就是這個牌子 然後那個時候 某個牌子 對 然後大概 八九年前 我就在東京買 因為我那時候覺得好便宜 一雙大概台幣一千多 那很便宜 然後那時候我就覺得 這平底的 我就覺得蠻好看的 所以我那時候就 每次去東京出差 那時候做日本的案子 每次去就買買買買 後來我就都穿這個 最近就 越來越多人穿了 可是我那時候就很喜歡 所以我那時候就 算收藏吧 反正舊了我就把它穿起來 那時候下雨天的時候 拿舊的出來穿 全盛時期買多少雙 二十幾雙 就是一直放在櫃子裡 然後都這樣墊起來 那些有些女生也是一樣 蠻厲害的 沒有 那些就舊了 比如說鞋底磨品了 或是什麼 沒有紋路了 沒有啦 洗完一個東西 像我也會一次買兩種 沒有 像我 你看我這雙鞋 已經穿了兩三年 我很多鞋都是一穿 就買一雙 然後穿很久 沒有 習慣 我蠻喜歡這種感覺 就是買一個好的 或是女孩不錯的 然後就一直用 又用到 然後就覺得說自己這個 很划算 很專情的那種感覺 最主要是這種鞋子 我覺得有個好處就是說 它穿舊了髒髒的 也好看 我知道啊 但是也不需要買到20雙 就跟Commerce一樣 但也不需要買到20幾雙 就是你每次去 你每次去看到你就會想買 因為就覺得這個我也沒有 這個我也沒有 那你家鞋櫃要很大 放20幾雙 沒有啊 它就可以擠得扁扁的 扁扁的 後來就是最近也是 前幾天在清櫃子的時候 也是把它丟掉了 20幾雙都丟掉 沒有啦 大概丟了 丟了會丟 就是還能穿的就有留著 大部分都丟掉 為什麼丟了 因為就覺得其實也不會再穿了 你都一直丟在那裡 真的覺得好煩喔 對 我覺得斷舍裡真的 就是我現在的評判標準就是 我每次都會說 這以後可能用得到 通常只要講到這幾個字 丟 因為你知道嗎 以後可能用得到 就丟 我覺得 以後可能用得到 就是你會 以後可能用得到就是 你會把它收著 說萬一未來要不時之需 會拿來用 對啊 我跟你講那通常都是 下一次整理的時候 怎麼又在這裡 以後可能 以後不可能用到的 以後不可能用到一定丟 對啊 但是那個東西很少 那我問你喔 那相機怎麼辦 對 相機 我們超多相機的 對 然後我還一堆鏡頭 而且我們是剛好跨 類比到數位 很貴的錢買的 以前買那個 FM2 對 我還有FM的機身 FM2的機身 然後還有一個70-210的 標準鏡 那買起來都是錢 對 然後還有那個光角 那個是台灣銷售冠軍的相機 光角 而且還有很多濾鏡 對 以前濾鏡很貴 對 然後而且阿志儀都跟太太講 都沒有多少錢 那都很便宜 欸你怎麼知道 對不對 然後這個時候 你現在講我就知道了 那這個時候又捨不得丟 對 那太太就看他不是沒有 這不是沒有多少錢丟 沒有多少錢 又沒有再用什麼丟 對不對 好啦我都會少爆一些 少爆一個零還兩個零 兩個零 兩個零有點扯 至少少爆一個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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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已經十分之一的價錢了 你覺得少爆一個零就不扯嗎 而且你知道嗎 以前你看那些相機 我們還在講說 少一個零就不扯嗎 他就馬上就帶到別的話題去 沒有啦 沒有那麼誇張啦 大概我意思是說 以前在底片 然後跨到數位那時候 然後那個數位那時候 又推成初心 比如說那時候什麼 一百萬像素 兩百萬三百萬四百萬 每個 就是他們的速度快到 你跟不上嘛 對 然後那個鏡頭 欸貴都貴鏡頭 對啊 鏡頭很貴啊 以前我那個EOS的那個 Canon的嘛 小小白 L鏡 我看那也是很貴 都很貴啊 有一陣子那個 紅圈的 從那個底片 然後剛轉那個數位 然後那時候那個李光 Recon Recon不是出那個GF1 GF2 就那個系列 然後那時候 那時候我就是 我記得是 你紅還是熟 你忘記了 反正是GF系列 有GR也有GF 然後那個GF1 GF2 然後那時候人家就說 這是女朋友一號機 GF1 GF2 然後我就是買了GF1 人家說 這女朋友一號機 那2號機出來 我要去買 所以我又收集了P又來了 然後GF3又來了 每一代就要買這樣子 又去買GF3 然後我就有他媽單眼的數位 我為什麼要買那種類單眼 他那時候是類單 我知道 就是它可以隔個放 但是其實是數位放 對 沒有而且比較方便 結果現在還放在我家裡 那個電池都壞死了 但就是放在那裡 就GF1 GF2 我後來我跟你講 這個來講 搞不好哪一天拿出來賣很值錢 但是就不能用了 再來是 你記不記得以前年輕的時候 我們都拿來買大砲 買什麼的 後來生小孩以後 你知道嗎 誰要扛 莫名其妙什麼大三圓鏡頭 然後就出門 快累死了 後來就變成那種 你知道 你就生了小孩 就變成扁平相機有沒有 我記得那時候就是好扁 但是現在還是 還是有人會想要 帶一個萊卡 那就不一樣 萊卡跟別人不一樣 還有我們在打保齡球的時候 還帶萊卡在那邊拍有沒有 Gay by的鑰匙 不是我吧 是誰 好像是一個 某個歌 好像是幹掉錯的 他本來想幹掉我 沒有沒有 他是某一個導演 知道了 對對對 那歌是拍一種feel 一種feel 所以就是 花了很貴的錢買的 但是因為技術上 他已經被淘汰了 但是還是沒辦法丟 對對對 所以 我有類似的啊 筆電啊 筆電幾乎 每一代的 每一代的Mac Pro都 MacBook都有 我跟你講 我們那個年代 最厲害的筆電是Sony 對吧 Sony Vio Vio 超厲害的 那時候做好薄 對 在Apple還沒出來的時候 然後還有一個什麼FUG 沒有那個 Toshiba的Dynabook 也是非常非常薄的 那個時候 Dynabook好貴 那個時候很貴 我以前超愛Dynabook 對 那電腦也很難丟啊 很難丟啊 很難丟啊 而且你因為電腦裡面還有硬碟 你硬碟就是你自己的一些資料 裡面 像素養智裸奔的照片 你都放在那裡面 也不能丟啊 那沒差 那 反正你認不出來是你了 也不是啦 那個本來就作品 本來就是可以公開的啊 對啊 你把場面都弄冷了 我也是這麼覺得 我們不知道怎麼接話 你就是少年時候做的糊塗事 還要硬拗說 自己在成就一個偉大的藝術品 莫名其妙 莫名其妙 這也奇怪 場面整個都冷掉了 我們剛剛講斷捨離講那麼開心的時候 你突然就插了一句這個 你都沒有斷捨離 你這樣子冷掉 我已經無心 無心斷捨離了 我已經無心開這個話題了 我還有很多那個以前大學 高中大學 研究所應該也有比較少 就是那個CD 對 然後就放在台中的家裡 現在也不知道怎樣 反正就是把那些東西都 撐回台中的家裡 就放在那裡 CD現在很值錢 但是我不知道那個 你知道現在CD很難買 不知道還能不能聽 比如說以前我記得 我還有那個 平克佛洛洛伊德的 那個兩張弄在一起 中間還有一個電池 會在那邊 那邊閃閃閃閃閃 那時候買那個好貴 那時候買一片CD 但是就覺得好酷 而且平克佛洛洛伊德 一定要買的 你知道他那個CD盒子 不是有裝一個LED 在那邊 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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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CD其實變化沒有 沒有發霉 沒有白白的一點點的 你幫我帶回台北 你卷留著 打學校需要一些錢 需要一些錢 變賣 什麼啦 怎麼跟這個有關係 我還記得還有那個 你絕版的寫生集亂丟 他可以原諒你 但絕版的CD不要亂丟 但還有那個 那個時候槍與玫瑰來的時候 我還跑去聽 在搖滾區 CD我是不會丟 CD唱 我還搬去上海再搬回來 因為你們都有那個 唱片 音響 所以你們放下去的時候 就會說CD Pro 2 沒有啦 那個是疑似的 你已經把唱片弄冷了 這不是有CD兩個字 CD Pro 2 我們聽說應該有很多人不知道在幹什麼 這在網查就知道了 你看吳堅道都已經是20幾年 吳堅道已經20幾年 20年了 吳堅道就電到20年了 有這麼久嗎 有啊 應該有 吳堅道就是梁朝偉 劉德皇 超40歲的時候 他現在都60了 而且那個年代的人很奇怪 談判都要去天台談 風頭到這樣 聽說阿智 跟我去樓頂 沒有我們 我們以前要打架 不是去樓頂嗎 沒有啦 沒有啦 怎麼會去樓頂 對啊 東馬是去廁所 我們抽菸好像也會去樓頂 因為那邊比較沒人管 你們那時候就無間道就對了 沒有 段舌梨 你的CD就對了 CD啦 設備啦 設備 我是喇叭啦 喇叭 大學的時候買了一對喇叭 那時候我們花了不少錢買的 BMW803 高檔的耶 8系列的 然後後來就出國念書 又跟著 因為我那時候有一個韓國學長很愛聽音響 跟他一起亂買一些喇叭 因為就是反正那些老牌子 你們是在eBay上買的嗎 還是在哪裡買 有一個網站 我覺得在美國 是玩音響的好的地方 就一個Audio Gun 我知道 上面就很多二手的 就是圈內人跟發燒友會在那邊交換 反正裡面有很多二手的音響的 好東西這樣子 然後就 在美國各地這樣 就在那邊玩了蠻多 因為你買了以後 再賣出去了 賣出去也很好賣 所以在那邊就玩了很多音響 然後那喇叭就是 有時候就是想要那時候就 收集了好幾對老的喇叭 他想聽聽看不同的音質 我覺得常常都是 那我也不知道我在想什麼 我就搬家回台灣的時候 全部搬回來 然後我現在 這個以前租房子 還可以租比較大一點的空間 那現在後來 到台北 自己買房子就沒有辦法買很大的空間 而且有一對喇叭就已經很了不起了 可以放一對喇叭 已經夠大了好不好 對 某就會講說 一瓶幾十萬的地方 然後你要放兩個大喇叭 喇叭都全放了 你先放那個舊喇叭 那幾個喇叭就賺了一瓶 然後就賺了幾十萬 然後又發那邊沒有 比他本身貴十幾倍這樣子 真的都是這樣 他又丟不了 對 所以就 可是我覺得就是 他都沒有天台 但是會爛掉 不行 那個要放室內 當漏水 那個宅宅空間很大 所以順便來這邊賣喇叭 我說真的 你借我放一下 真的如果要就可以賣 我就可以賣 可以啊 OK 有擴大機嗎 可以聽音樂嗎 看我那擴大機 因為我有一些管子是那個 你是真空管 而且那管子是1960的管子 買不到了 是貴的 所以那管子就不能隨便 因為那個要修 人家一抽 一顆可能就幾千個 對 反正 有啦 反正 有一些 我們現在在斷捨離的交換 可是 你的CD也可以放在那邊 因為 因為喇叭要放CD 我可以 我可以提供CD 那你這邊有Player啊 要有CDPlayer 我有 High End 因為我覺得 漂亮喔 那我太太會開心 因為我太太一直在尷尬 我說那些東西 發現那邊是在創傷 因為我發現 而且你都什麼JB 都超大顆的 可是我發現就是說 我們每次只要要玩什麼東西 玩什麼東西 那個東西就會 無止盡 無止盡 譬如說 譬如說我家現在就是樂器 各種樂器都堆滿了 譬如說吉他 譬如說 是你女兒吧 對啊 有幾把是我的 有吉他 你也會彈吉他 就四個和弦 四和弦 然後譬如說吉他 我家就不知道幾把 我們家就三個人 但是吉他 我發現他有收集屁 五 有啊 他有 譬如說你看每一個牌子的吉他 你就會覺得聲音不一樣 你就會把 大把的小把的旅行吉他 然後烏克利利 還有旅行吉他 有 有古典的民謠 我就問你 你有多少是旅行的時候 真的有在play吉他 沒有 就是帥而已 那你幹嘛要去買 就跟買越野車 你沒有要越野一樣 然後還有 比如說烏克利利 然後我們還有那個定音吉他 我知道 因為那個你都買 對啊 定音吉他 然後還有什麼 很多 你買那麼多 觀眾說你下次彈給大家看 沒有 沒有 蘇洋志彈就好了 然後吉他 買完 你就會開始買那些有的沒的 就是很多 然後我們家就 你看又有那個電子琴 然後大提琴 那你家可以開個音樂教室 做個副業 開個音樂教室 這裡可以開音樂教室 我的意思是說 這會變成一種 我知道啦 因為你會想要去 他沒有止盡 對 譬如說你看那個朱玉佑 小提琴 他也會一大堆 我覺得你的問題是 像阿智的話 他太太 叫他念他 他可能還會怕 我也是 所以我就不敢 太放肆 我覺得你可能就是身邊 比較沒有可以叫你的 沒有人可以搭助你 都是我在叫他們 所以你就會 沒有人能夠 就是治得了他 沒有人能夠控制你 所以你就會 那你沒有辦法自治的時候 你就會這樣子一直買下去 因為有時候你就會覺得 那把好帥 就只是想擁有 最後一把 每次買到最後一把 但是我已經算是 說好一把又一把 但是因為我不太會彈 所以我算是那種 這個 怎麼講 這個習慣還沒有很養成 我還很會玩吉他的朋友 我知道 你的概念就像那個 許文龍 奇美博物館 專門蒐集小提琴 但我沒那麼有錢 借給人家用這樣子 但是你知道我之前 我之前認識一個 一個 不是之前 我認識一個 那個算是 之前都在幫很多歌手 辦演唱會的製作人 他的吉他 他也不太會彈吉他 他的吉他全部是民情 好像七八十把 然後還帶我們去看 我就快傻眼 每一把都好貴 大家都保存得好好 然後連那個 吉他那個合 印合的 全部都這樣擺 好壯觀 然後我就超羨慕的 就每一把 可是我覺得人生 本來就需要有一些這種 培養那種嗜好跟 因為你收集你就會更了解他 那個就是我們的興趣 他每一把都會講得出故事 我知道 各位太太們 這是他們兩個的講法 這個我 但是 我並不完全認同 他們這樣子的講法 但是 我曾經做過類似行為 但我深深的 也在反省 對不對 還正正有詞 講得這樣 各位女士們 我覺得我沒有辦法 這個認同他們的這個 沒有問題 然後我跟你講 還有一個東西 每次只要出國 去什麼博物館 去哪裡 就買一堆奇怪紀念品 看音樂劇 像我們是自己去看 聽了什麼獅子王 然後就買了一堆 你說的這種 很多人會犯 譬如說最簡單的 就是那個星巴克的杯子 就我去很多人 或者是臉書 你就看到很多人 把他們家那櫃子 放滿各地的去 這個跟口渴可樂一樣 我剛好前兩天 看到一個好朋友 就是那個 我都沒記住 應該是台灣 就台北優惠卡 之前的董事長 然後他 他就在po一個 就剛好前幾天 他在忠孝東陸 忠孝東陸 忠孝東陸不是常會有那一種 那種可能空的店面 他們就會有一個 就有人去賣那種什麼 初青這種 然後他就說 那天剛好逛到一攤 有一個 滿酷的 就那一個拍賣 是在拍賣 那個人就是他可能是去 世界各國的博物館 或是那些什麼 萌娜 理沙什麼 有的沒的那些 你說那些紀念品 紀念品啊 T恤啊 杯墊什麼 全部都幾兩百塊 他可能當初買到之後很貴 而且都是 斷捨離 他就在那邊 就整個新的 都是新的 就幾十年的 這樣全部賣掉 我覺得蠻聰明的 對啊 可是很累 你要不要去弄一個 不良大叔 翘早市場 意賣會 把你家裡 我家裡包包也蠻多的 包包是不是 對 而且包包 我也是花了不少錢買的 我覺得 那個丟掉也不行啊 但是我覺得至少 賣個半價或什麼的 沒有 就是你會比較新啊 因為丟掉很可惜嘛 但賣賣不錯啊 讓給需要的人 然後他 而且最討厭的是什麼 你知道嗎 去那個整理東西的時候 發現那個東西就是 你從買了的時候 到你發現他 都沒有打開 然後沒有打開也就算了 你發現他以後 你想說 再把他打開說 大概新新的嘛 因為全新的嘛 拿出來穿就說 幹 還穿不下 人生最氣的 莫過於子 很多耶 我教他很多這種東西 你說T恤嗎 就是T恤 或者是那種襯衫 因為T恤一般還有點 還會穿嘛 Range 還有點Range 對 我同意 身衫真的是穿不下 我有那種 去國外看到一些身衫 好好看喔 然後但是沒有我的size 但是我想說 我瘦了可以穿 那你不是瘦了嗎 沒有啊 你不是全陣子瘦了嗎 他是要瘦到65這樣 這我覺得這個是跟穿衣的風格的差別 像以後可以聊 像我自己的穿衣的哲語 我通常就是 這個衣服 比如像我這樣 舒服 對這個衣服 我就可能一次買個五件 就是這一段這兩年 可能都穿這個 穿到這個衣服 可能都被洗到已經 已經鬆掉 然後你才會整個再review一次 找第一個風格 所以我就很少有那種衣服買的 像你們說很多年 我不是找那種多元的風格 我知道 就是賈伯斯風格啊 就是簡單嘛 不太需要 就不用去想 對不用去想 所以好 剛才講斷舍離都是物品 我們最後來談一個斷舍離 我想人際關係 有些人 就是那種 就是 你跟他維繫著一個 就叫物品 你聽說十之五位 七之可惜 對 讓人有些時候就是 好像這個人 就跟他 好像 沒錯 絕交 一定有 我告訴你 我們為了要斷舍離那些人 我們還決定做Podcast 那些就斷不了了 斷不了 他不是在講我 他不是在講你 你看我們做一個Podcast 我們是斷舍離的一些人 對 聽不懂 就你那算是斷舍離的那一個 不然那個穿花震盛 一直要我們去打球 沒有我以為 不是斷舍離 他就講出來是誰了 他就說那個 全部都是 那個很紅的那個 你看我們一次就把他們斷舍離了 沒有我是覺得 身為 但我不知道你們怎麼樣 我自己是 我剛才不是講過 我是一個內向的人嗎 對我來講 要維持一個跟人的關係 本來開始就要 是很累的 但有些人 有些人就說 像有些人 你對他好 他也會對你好 那這種關係 就互相 對不對 有些人是你對他好 他弄出一個很好的空間 弄出一個很好的烤肉的地方 他還是不會讓我們去 他還是沒有來找你 你都已經留言了 提醒他 沒有用 他也都完全逃避 都不為論而化 像這種關係該留嗎 直接就斷了 這種關係該留嗎 直接就斷了 這個callback有點硬 可是我們在他的場地 沒辦法 他還有點利用價值 剩下這個就不能斷 是不是 對 太現實了 行事比人強 我們對一段關係 該不該斷舍離要怎麼辦 因為我覺得 這好難喔 我剛才講 因為我以前講過台灣人 我們台灣很多人就是 你可以從一個角度講 你可以說是善良 不想跟人家衝突 不想讓人家失望 所以即使你覺得這個人 可能 還是會維持著 可能這個人 你覺得這個人還蠻自私的 友好的關係 這個人還蠻自私的 可是你還是對 維持一個表面和諧的關係 講好聽你是善良 講難聽的就是相怨 到底我們要怎麼樣決定 一個關係 該不該 就我也不希望說 這個人有利用價值 我們才跟他有這個關係 這樣太現實了 這樣有沒有別的準則 你看像我們禮拜五 中午本來要跟一個朋友吃飯 對不對 其實我們本來 把他就在斷舍離了 對不對 可是因為我們最近發現 他滿有用的 我有偷找他 各位這個是他們兩個人講話 而且本來斷舍離了 後來開一個會 這好像他可以用 他也可以用 好像他最適合了 對 然後馬上就打電話約 沒有 就把他回收回來 第一個跟人的關係 要用什麼樣的準則來決定 該不該斷舍離 不然就一直當爛好人 對 這個人可能很自私 比如說 有些人他可能只想利用你 那你為什麼還要花那個力氣 跟他維持一個和諧的關係 表面和諧關係 沒有啦 其實如果現實一點 當然就是他利用你 如果你有 他也有你利用的可能 那當然就維持 本來就是這樣 價值的交換 所以你的斷舍離的標準 都是看有沒有辦法利用就對了 我覺得第一個是這樣子 但第二個 第一個是這樣 不是啦 我是說有一種是這樣 我們兩個是知道 你一直在利用我們 但是你也不要講得這麼白 你知道講得這麼白 我們一直心理建設沒有做好 有沒有 不是在講你們 不是在講我們 那我們是第二 不是啦 我們這樣子 沒辦法斷舍離 這是好朋友怎麼斷舍離 斷舍離是那種 沒有啊 你就是烤肉 你有在講烤肉 那個陽台 現在都不真的存在 你等一下坐我的車 我們直接直達陽台 起碼你的PiRT優先也不是我們 對啊 對啊 那我搶到我 天我陽台 我看 那老天 那不是阿茲他們家的陽台嗎 我看那老天 燈光 那個燈是那個 一整排那個線這樣串的 整個陽台這樣 快說什麼 今天那個陽台有點太搶戲了 我說真的 我們來講一下這個關係 因為時間 不要再call back 就是我的意思說 互相有利用價值 可能就稍微比較難斷舍離 可是我要講一個斷舍離 是心理的斷舍離 不是跟他 因為有時候 你跟他本來就沒聯絡 或者是你沒有太長 可是你心裡面會有一種 跟他有一種聯繫 我不知道你聽得懂意思嗎 我知道你跟你前女友 怎麼又扯到前女友 就是很久沒有見面 但你心裡面一直想跟他有個聯繫 這樣子 對 但是有時候是自己 不是啊 不一定是前女友 就是說你可能 但前女友也在你內 對啊 你可能會自己會覺得 我跟他有關係 然後我是不是 我心裡會有負擔 不是 你跟他有關係 然後心裡就有負擔 我沒有跟他有關係 甚至 你跟前女友都是柏拉兔斯的愛情 都沒有關係 我是說分手 有時候他會在你心裡站一個位置 可是因為你沒有把他 你自己沒有放下 你心裡就會 覺得那個關係 我意思是說 有時候是你自己 所以你心裡面就好多個女人 都沒有放下 你今天到底怎麼搞的 你沒有跟他講話 你只是一直覺得 還有機會這樣 不是 還有機會 對 以為心中的 我跟你講 不一定是有機會 沒有 因為他以為 以為那個聯繫 已經不會再被激起了 結果沒想到 那石頭丟進去 聯繫又激起了 我的意思是說 有一些關係 是你自己 一直沒有把它放下 就是你會 都已經有前女友 你會一直站在 就是他在你心裡站一個位置 然後你會因為 其實也 你也沒有跟他有聯繫 你也沒有跟他有任何關係 不用一直強調這件事情 一直強調沒有聯繫 沒有關係 一直在強調這個事情 最主要是 你心裡面的空間好大 大概一百多坪 我心裡面 不然你放下那麼多位置 比較在偏向 就是沒有在市中心 所以位置會比較大 容積率比較大 容積率比較高 有轉移過 有都市更新過 大坪數的 我有從別的地方轉移容積率 像我們的心裡面 都是小套房而已 為勞改建 什麼為勞改建 我跟你講我們這一集 一定又會在Podcast 又被人家叫說 說一直插話 一直插話 我要認真聽都不行 各位 我也不care了 不是 我們回來了 我們也不在乎了啦 你們也可以斷捨離 對 很嗆喔 很嗆喔 不一定要聽我們節目啦 這麼厲害喔 自從我們有上萬人了以後 我們沒有再怕喔 不要這樣啦 不要這樣啦 沒有啦 喜歡我們就喜歡 沒有啦 還要繼續講 所以關係斷捨離的第二個原則 那時候不斷捨離是你自己心裡面要放下來 因為我們有時候會覺得 我跟他有關係 或我是不是應該要聯絡他 我是不是應該要怎樣 有時候是自己心裡面造成的 那時候有時候親也要親一下 比如說 那什麼親 你就把他放下 就是放不下 如果能夠放下 那早就放下了 像我會試著就是說 好 沒關係 我就放下 這個人 就有點不想他了 是不是 就不要再去想這件事情 這樣子 我不知道你知道那種感覺 我不知道 不知道 我沒有前女友 所以 比較難想一下那種感覺 差點要講錯那兩個字 兩個字 忍住了 差點又要道歉 不是 你就一直在擄 兩個字的 你對人的關係斷捨離的原則是什麼 斷捨離的就是 我覺得是兩個 一個是要互相 就是有來有往的 有來有往的你就會念著這個情誼 那有來有往是指物質的 不一定 有關心的 其實有時候我是這樣子 譬如說 我之前生病 那個醫生幫我開刀 那其實我就會一直念著這個人 念著這個人 因為他有幫忙過你 中秋過年 我都會送個禮物過去 然後譬如說 我奶奶 以前生病的時候 照顧她那個醫生 我到現在都記得她的名字 就是因為她來看我奶奶 就是尋床的時候 她講話那個方式跟 我也覺得很溫動 因為我奶奶 有個年紀了 她那時候講的話都是會一直重複 但她會一直重複的講 但我就會一直記得這個 她就是很有耐心的去跟她講一下 到以前那個 我們家小兒子生病的時候 有醫生 來有很臭屁的樣子 你也都記得 我也都還記得那個醫生 我還是放不下 其實是這個樣子 然後包含我奶奶 在過世之前幾個月 她有一次就很惆悵的跟我講說 那個某某某來看她的時候 因為我奶奶是整個家族的核心 然後有人來看她的時候 就是在那個門 就是我自己的親戚 就在那個門口 沒有進到那個房間 就是頭彈進來 然後她就跟我說 那個誰來看她 她很難過 我說阿嬤又不是得什麼傳染病 什麼傳染病 她不可以理解 對 然後她那個畫面跟她講的那個人 就是我常常 比如說我遇到人的關係的挫折的時候 我都會想到她講這句話 然後我就會覺得說 我就會把那個人跟我的關係 就是變得很公式化 我不會說去仇視她或什麼 但是就是會 就是你保持個距離 保持個距離 但我覺得 我可能從另外一個角度看 有的時候比如說 比如說你先跟某個朋友 或某個親戚 他可能身體狀況不好 或是來醫院 那你去看他 就人如果已經到那個地方 就代表說你對這個人是有 已經有 你對這個人才是有個情分 對 我如果沒有那個情分 我根本連到醫院都不會去 對 那現在就是說 不是說這個人的病有傳染性 我覺得有時候是 反而是說 如果今天知道這個人 真的就快要走了 然後可能他這個人 他可能沒有辦法去面對 去探望的這個人 他可能沒有辦法面對說 這個狀況 比如說我今天要去探望某一個朋友 這朋友可能真的狀況很差要走 可是我自己可能沒有辦法承受 在那個當下面對他 看到他那個病容那種樣子 他自己覺得難過 他臨時逃走了 這個我覺得 不過這不太一樣 因為我們講那個是 親戚吧 對 就是家人 不然如果沒有囚禁 他連起都不用起 何必要去 你知道是不是 會去某程度 沒有 因為有時候 大家族是這樣 有時候你在乎的 並不是你跟他 你是怕去跟公園仔威 公園仔威 尤其我爭咖 動不動就會說 譬如說我做什麼事 都沒有跟他看 你怎麼會去跟公園仔威 就去一下 很多這種的 對 我相信那個 你說那個狀態我也知道 但是其實那個 大家彼此感覺得出來 感覺得出來 譬如說我身邊的時候 我也不會在乎說 誰誰來看我 或是誰沒有 其實我反而是叫 大家都不要來看我 因為 我就不想要讓大家看到 我擦滿管子的樣子 對 甚至有人來了 我就說不要上來 我那時候老闆來 其實那也真的是 來到樓下 我那時候 你還發脾氣說你不要跟我上來 我還想去 對 因為他打電話給我說 你在哪一間 我說可以不要上來 因為你上來 你就要陪他聊天 跟你在鼻尾管什麼的 我知道 可是有時候 像我去看你的 就是我們也是有情感需求 我想要來看看 對 我想要表達 可是我有時候是這樣想 就是說 因為我自己生過一次病 我就可以知道說 那個感受是什麼 譬如說 譬如說 很多人就是 因為大家都想說 關心你 所以 反而會來問我 問我說 不然你覺得怎麼樣 我說沒有 沒事 我覺得感覺很好 幹什麼叫沒事 可是你反而要安慰他們 對啦 就是要反過來安慰 但是有時候 我是覺得說 就是看每個人的個性不太 有的人可能真的需要這個支持 那有人只是想說 你們的心意我知道了 我有一個高中同學 後來他也是有得癌症 然後那時候我知道他們 他情緒就崩潰 會 絕對會 我們夠熟 我們其實就 我們後來討論出一個方式 就是 不打擾是我的溫柔 就是 我們就寫信 我們每個人用寫的 讓他自己拆開看 就不用 我們不用面對面 然後還跟他講說 隨時可以打給我們 如果你想要聊天 就是不要你 因為有時候我們會覺得 情感上我們會想要去看你 因為跟你這麼好 我一定要來看你 可是其實也對方造成壓力 然後你會不會覺得說 我不讓你擔心 又要演 負擔 大家都負擔 可是我覺得那個就是 真的關心 對 那個人際關係 我們不常聯絡 但是他會聯絡 他會永遠都聯繫在 譬如說我有個EMBA的同學 他應該沒有在天沒關係 就是他有一次 我們同學會 之前我聯絡他 然後我們再講 我跟他告訴你 我講電話講到哭 為什麼 他 我就問他說 你上次怎麼沒有來 怎麼能消失 因為他女兒 就是有一點 我不知道狀況是怎麼樣 生病嗎 沒有 不是 然後就在學校 一個小學生而已 然後在學校被同學霸凌 或者是什麼的 然後就吉他 所以他就從三樓還四樓 跳下去 跳下去 在學校 然後還好有救回來 但是他就怕他女兒再這樣 他把工作都遲了 就是專心顧著 然後他女兒就晚上不睡覺 或是什麼 會有這種傾向 然後他就陪他女兒聊天 他這樣聊到天亮 他就上班都沒精神 對 然後 細節我忘記了 但是就是說 他跟我講這個時候 他不知道 但是我在電話在頭 我跟你講 哽咽 完全沒有辦法 然後我就跟他說 同學會你還是來 帶你女兒來 OK 我們大家都當他的 就是 晚伴 對 陪伴的角色 就是你怎麼樣 你就帶他來 沒關係 我們都沒有關係 對 因為他到哪邊 他都要帶著他女兒 就他不敢讓他 對 然後我就覺得 很揪心 但是就是 因為 你不知道怎麼去面對這個 我很想關心他 對 這個就是難的地方 但是我不知道怎麼出手 或者是會讓他覺得說 出手他搞不好會 尷尬 會有負擔 對 我也不敢跟其他同學講 我只是說 那個誰會帶女兒來 OK 我完全理解不得再講 所以說為什麼有時候 就像 我們要關心阿智 我不知道什麼方式 所以我只要用這樣 一直戳他 戳他 戳他 他就變得很有活力 他就開始整個人就 挖起來 然後我就覺得 很開心 很欣慰這樣子 所以 所以這也是我們一種 表達我們對朋友 關愛的方式 對 因為我是說 對 整個就跳起來 因為我是說 很像那個什麼 那個什麼 就是那種電騎 他長時間 我本來已經軟爛了 就彈一下彈一下彈一下 彈一下彈一下 彈一下彈一下 像蝦子一樣 蝦子 所以剛才講說 斷捨離 反正講說 一個 一個段關係如果 也不像是 不是說物資 而是說關心 對 因為這個人 他平常也會關心我們 對不對 那這種人就說 這種朋友會高的 這個關係值得為 如果有些人 就只一直要消費你 對 對 比如說 那這種 你知道以前年輕的時候 你還不太知道 我就比較想 也不是不知道 也就是 沒關係 不想跟人家 就不會說no 不會說no 不會去跟人家拒絕 對 然後都是想要維持 在別人心中一個好的 好的形象 好的人的形象 對 結果就搞到自己很累 對 比如說常就會有團隊 年輕人 或者說想要 藝老師可不可以幫我分享 可以來什麼幫我 或者是說 這個我們最近在做一些 什麼樣的創業 可不可以你要幫我聽一下 可以跟你們聊聊 跟我們建議這樣 對 如果有時間當然ok 可是問題是 我們自己也很忙 而且我們的時間都有限 然後但是拒絕 又覺得好像說好像在 交了一群年輕人冷水 然後就會覺得說 就覺得很罪惡感 這就是我說心裡要放下的部分 可是就覺得說 為什麼我要有這個罪惡感 但是有時候是這樣 就是我之前看一本書 它上面講的就是說 我們每個人 譬如說我會想去請教阿成 那就是我覺得他比我厲害 或者是他對這件事情的看法上 比我厲害很多 那我想去請教他的意見 所以我們每次想要去請教那些人 其實某種東西就是 他們叫做時間刻度 或者是那種時間的效益不一樣 所以他可能 比如說阿成他可能很忙 事業比較成功 或者是他活動比較多 所以他可能 他的時間安排都是用半小時 半小時 可是因為我們就閒一閒沒有事 所以我只是想了一件事情 我想要請教他的看法 所以我就一直想跟他約約說 明天早上有沒有空 明天下午 因為我都是用半天半天在排事情 那你當然會覺得搭不起來 搭不起來 可是因為你搭不起來 所以我說早上也沒空 下午一看 那晚上也沒空 那我就覺得好像被拒絕了 或者是他好像怎樣不夠意思 我覺得有時候不是 這個很大排 但我覺得有時候不是這樣 是因為他也很想幫你 可是相對換算起來 他的時間價值成本比你高很多 所以我覺得有時候要互相尊重 所以有時候就是說 譬如說我的時間刻度是半天 可是阿成他都願意 割了半天來陪我講這個 那時候你就要把這個事情記在心裡面 我覺得反而是這樣子 而不是說他都不回應 或者是他排不出時間 我就反而去抱怨他 因為沒有人是應該要無條件幫忙你的 同意 對 而反而那些幫忙我們的 我覺得我們要很感恩 我覺得 那我覺得這樣心態會比較健康一點 就是像我前幾集有講過 就有一段時間 我不是那種好幾年前到處去演講 人家只要邀約 然後就那時候整個快崩潰快滑掉 所以就那一次之後 其實那一次之後我就覺得說 我如果把自己弄到垮掉 我其實對不起的是自己 也對不起自己的家人 那我覺得為了我自己 或是為了我的家人 我覺得我沒有辦法把我的時間 因為安排好 就是我沒有辦法任何人的邀約 我都說yes 我覺得我需要有時間 能夠讓自己能夠修復 復原 不然的話我沒有辦法 一直都很有能量的 站在別人面前 你就當一個老師 或是當一個講者 你就一直要有很有能量 站在台上 那個能量是都是要 花時間去修復再續機的 所以我如果每個人 雖然我也很想幫別人 但是我後來到最後告訴你說 我還是要花一條線 對 我覺得我沒有辦法 每一個都就 每一個都say yes 我覺得提供另外一個觀點 我們剛剛講斷捨離 但是你可以回來看 誰是真正對你好 對你在乎的 有時候不是只有嘴巴上 比如說真的朋友是什麼 你有困難他發現他會出手 那個不需要說每天都聯絡 那我相信我們這輩子過來 結果我跟高同學這麼好 有時候我也是有困難 其實他們有個眼神 對 你們就是看一下 你就大概知道 你是怎麼樣 沒有 你那個眼神 我知道你有困難 那我們還是不想幫你 這個叫嘴臭 我們不是有在幫嗎 所以我就說嘴臭 就是他明明有幫 但是嘴子他還是要臭 這就是好朋友都知道 自己彼此個性是什麼 為什麼忍受得了 就是因為我都知道他嘴臭 我嘴臭的朋友不是只有他一個 所以說就用李斯德玲 對 不要亂 後製逼一下 後製逼一下 以後 就不該計較 那我的意思就是說 其實有時候真正在乎你 對你好的 也沒有那麼多 你大概可以分 稍微釐清一下 其實 尤其到我們這個年紀 上次之前有講過 就是 你說真正要交到非常好的朋友 又越來越困難 對 所以我覺得很可貴 就是你要去掌握 真的 你覺得那個關係是close的 而不要一直去往外 那些有些外部的 該斷就斷一斷 跟你人生一點關係都沒有 年紀大 也沒有辦法再交那麼多新朋友 就像時間成本 重新再談一個 我們再打一次保齡球 又要四五年 不讓我那麼多時間 而且我們好不願意 用一個Podcast 把他們斷手離掉 原來你做Podcast 把他們斷手離掉 就有一個成長的理由 萬一我們再去打 都不知道要找什麼理由 還去退球 超過時間 今天聊得很開心 我覺得前面那一part 講太久了 因為今天是農曆年前的最後一集 這邊預祝大家新年快樂 有一個美好的出席業 各位大年初三 我們錄了特別節目 給大家 我是大年初三 別忘了大年初三 我知道過年在家都很無聊 很無聊 大年初三就來看直播 我們就 看不可以衝破兩萬人 衝破兩萬人 再看那些系統有沒有bug 那今天就到這邊結束了 大家新年快樂 拜拜 拜拜 拜拜